3月19日消息,日前,中国跳水队抵达柏林备战世界杯份战赛,全红缠在泳池边和师兄王宗元打起了乒乓球,王阁故意放水小石妹,全红缠扣杀,赢得一分之后,振臂欢呼,比拿了世界冠军还激动。 日前,2024跳水世界杯柏林战中国队参赛名单出炉,陈奕文、炼俊杰、全红缠、王宗元、郑九元等名将参赛。 大家最为关注的是女子十米台比赛,由于缺少了世界冠军陈玉席的参赛,全红缠没有了能够一较高下的对手,廖江轻松夺冠。 3月22日星期五晚上20点30分,跳水世界杯柏林战将举行女子十米台预赛。 3月25日星期一凌晨0点30分将举行女子十米台决赛。 泳池边摆着一张乒乓球台,在紧张地适应场地训练之余,全红缠叫上师哥王宗元和自己一起打乒乓球。 王宗元的乒乓球水平也不算太高,但是和小师妹全红缠比肯定是技高一筹了。 不过为了赔好全红缠,王宗元也故意放水,回球完全没有任何攻击性。 王宗元还调侃全红缠,打羽毛球呢? 只见全红缠突然抓住了师兄的死角,来了一击扣杀,乒乓球擦着对方球台的边出去了。 拿下这一分之后,全红缠激动地跳起来,振臂欢呼,仿佛比夺的世界冠军还要高兴。 随后,王宗元和另一位队友郑九元进行了比赛。 这次王宗元可是丝毫不留情面,打的郑九元持有招架之功,毫无还手之力。 全红缠在一旁,还给师兄加油助威。 对此,网友们纷纷表示,全妹妹得分厚,又蹦又跳好孩哦。 可爱的妹妹,这孩子一看就是个性很好那种。 哈哈哈哈,跳水组的乒乓球水平跟我差不多,让小胖教小红打羽毛球,小红教小胖跳水。 小红缠说,东哥你,还是打乒乓球吧,好久没看到,缠宝这么开心了。 阳光明媚的全红缠博林加油,可爱调皮的小朋友,锦里附体,这是打羽毛球吧,乒乓球运动员。 哈哈哈哈,中考体育考试肯定过不了吧。